对吧 这把比较意外的是对面没有选择一个 他选辛德拉 我觉得还是打一个 讲哪强势啊 如果你选颜雀的话 初期的强度中也就没什么高 伤害会少一点 对 单点的配合 但其实感觉辛德拉在整个阵型 或者支援效果上面来说的话 我觉得没有颜雀那么 对 没有像颜雀 限制我们这个进场阵性这么难受 我觉得可以这样说就是他选了辛德拉 就像瑞塔刚刚说的 肯定是没有金东哥这种好的 是不是搞野斧就行了 瞎子加路 来吧 看一下双方的第四局 这把看一下九哥这个九桶的理解啊 出什么装备 这把肯定还是要出点AP的 应该是同样的一级眼位啊 我觉得出什么得看 他对线打得怎么样 对吧 对线打得顺的话就怎么都行 打贾克斯就是主Q出AP 前期肯定是会让贾克斯很难受的 是的 在贾克斯打九桶 他出到水银加神分之后 他的苦日子就到头了 就是他会变得好打起来了 他骗了一下 这波挺油的 给他骗了两下普攻 A了两下再A打 这波很伤啊 这波有点强 他打得比较好的地方 他是一级直接点一个Q 看到你肚皮顶完之后 直接两个Q 是的 一级打两个Q 直接挂战略的技能了 往后拉 但一级如果打到底 可能也打不过霞 战略有点分散 一级路路也很强啊 这上下 这波换了波技能 对上下两路 一级的换血上面都有一点小伤 小伤我们这边的药权吃了 而且露露过来 其实想点人 就想赚工资装的 而且辅助离得远的话 第一波线还不好吃 只能闻一下 只能闻 只能闻经验 上来这个 KT给的压力还是比较大 是 主要一级露露太能点人了 一级露裁完了 就确实也干不了这事了 所以这波线 可能要被稍微卡一下等级 是 都小亏 王森在上班区 上下两路因为一级换血的问题 都得把兵线让过来打 一开始都会亏一些补刀的 感觉KT今天的对线状态 其实真还行 对吧 他们我觉得主要是打到转线期 就京东的转线 每次你看那个先锋团 包括打到中期的转线 京东会比对方要更流畅 然后更快速 直接来了 入侵 而且是他没有视野发现的 因为他现在确实中下都有线 布布可以过来帮他的 王森其实要小心 看一下 再等 他像等你打蓝的时候过来抓一波 在这边等的话 如果露露不来 这一波有想法的来了 而且发条也被打回家了 就想争这个蓝呗 因为露露已经来了 对能赶走 这个蓝应该是能抢下来了 今天K系的对线 露露露也在靠 长抢 可惜没有抢到 是的 我们这边成绩好像没有出手 抢到的话其实这一波就 还有想法 找到露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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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露 这个机会Q到 空门挂到了 等一下 等一下 拿到了一举 来 这一波新特拉 支撑过来 还要继续的追 入到这边 往后拉一下 看看发条这边能不能给到技能 好像不太敢来了 这一波新特拉的是火线救援 交出了闪现 成功换掉一位 今天不得不说BD这个对线打的可以 还是新特拉 是 上楼已经把蓝打光了 开始了开始了 但是369还有饼干饼干已经磕了 那你现在就跟我对不了了 对 这个饼干表示留一留先回了 那我觉得这种是很舒服的 因为贾克斯打球筒 他第一波回家 如果做出水银鞋 那就比较麻烦 是他第一波回家只要没水银鞋 能接受的 这波露露也是有点拼 对吧 他闪现 主要他一个二级的露露 对啊 对吧 这两个人伤害是有点不够的 你能过来挂一个EQ 别的地 别的地 被抓到了 有了 漂亮 卡拉威收入一头 嗯 奈德是回过家的啊 这一波 刚才没有看到是怎么被逼到一个下 就是从线上野区直接过来了 BG压线压得有点深 可能太油了 久总真的打两个字就是折磨 嗯 就是你不 你不转我 我就Q你 你转我 我就怼你 哎一个血量 其实有危险的啊 是的 刚刚躲了个E 再拉一下 发现一个打着个水银鞋 也不想回家 卡拉威已经过来了 卡拉威得给点压力啊 先转一肚子 哎 秀哥一都用了 嗯 看这个Q 能逼个闪 也行 很准 因为卡拉威这一波是没有一闪的 对 他没有闪现 如果有一闪的话甚至有机会杀的 那可以了逼个闪现 回家 就是硬把两个字打回去 其实都很舒服 嗯 不让你在这里继续赖了 但是由于上路盲层出现 下面未想直接动这条小龙 很好 我觉得这个回家的产品很好 三连就有仪式张级 你看对面是没有水银鞋的 对 就趁你这个时间也把你打回家 这一波就给点压力 对没有技能 奈特还没有六级 那也不配合了 给点压力就行了 这个小龙是没了 下路 一开始现全没想到有点伤 下路对线不是特别舒服 所以这个小龙前期就不争了 是争不了 冰线一直被压 毕竟对面是鹿鹿嘛 这种下路的长手对线 有软幅的情况下 还是不太好争夺的 是 卡莎加鹿还是有点太弱了 这刚上线被打了一套 对 又被打回去了 找果子找果子 对 六分钟的果子 给他吃到了 就贾斯这种局面 我觉得对于六级来说是很好的 第一波回家没水银鞋 对吧 然后你是交TP上线的 王蹭后面蹲一波要开 露露是没闪的 但是盲蹭离的有点远了 倒过没有拉到的 但是有兵在挡 是的 又不太好出手 这一波其实盲蹭离的 稍微有些远了 真的 想的是开这个没闪的露露 这边有视野 可能会打断一下 哎 特别又打断一下 哎 还是要被打断 哎 这一波卡纳威 有点太卡纳威 对啊 没必要呀 浪费了自己 这是很长的时间 现在知道了 这边有眼 浪费了一个半分钟 那这样的话 对面可能会防我们的红啊 嗯 直接在打了 这个红应该是没了 打断局再抬一下 但是 伤还不太错 没有什么后续 对吧 他这个软辅加一个霞的对线 还是给他打出了一定的优势 是的 然后还是那个一级比较伤 没有让一级的卡纱抢到线 他其实可能想的也是我正常对线不太好打 我就一级 抓到一个机会先把你选量打低 主要是一级卡纱得抢的 抢不了的话就要被压到可能五六级 对吧 简直上路的优势还是比较大的 直接交大招 就是消耗 而且先锋快要刷了 哎 这一下有点伤 没有怼到 那个EQ如果怼到的话 又是一波大血量 是的 但那个对线六九太熟悉了 压个小二十刀 对吧 对 舒舒服服 天天在LPL打的都是这对线 哎 这个先锋对面要针吗 霞 跟露露已经过来了 而京东这边的下路也在路上 不过King是没战力的 我觉得这波可以回来尝试一下吧 是的 这边飞行一个完全的残血状态 卡莎得过来 中路卡 卡莎太往过赶了 这波贾克斯没有什么血量 哎 这里四个人直接在这个位置吗 知道球组没大招的 卡莎是能飞到 这波尝试一下 啊还是被对方拿到了 想做的是很危险 但里只要闪现 贾克斯这边没有闪现 没有办法跟 守护一下 先锋指尖能守住吗 好像守不住了 守不住这波直接溜了 卡莎跟发尿只能回线了 其实这个我感觉京东 可以稍微再早一点过 我觉得主要还是因为下路的限权问题 让对方的下路能够先动 就对方这个露露跟啥 哎 这边直接逼闪了 啊没六级 有六级应该杀的二闪 是 这打了个闪现 这里就是真的像米勒说的下路没线权 转线就不能像前两把都拔了 就他这个BP拿出来还是 这里要小心一点 看到魏过来了 王森在野区 这波是有6的 7走 哎呀 那个左加1了 我没拿到 他也不敢上面再去A一下了 感觉A一下可能有点走不掉 而且来人了 是的 可惜 这把的前期KT的对线算是打出来了吧 就他这把的中下对线 确实拿这种英雄 打出了应该有的一个效果 对 让京东的第一波先锋团 没有办法去成功的获得 帮忙卡一下线 下路是顺势拿完先锋之后的一波转线 KT主动转的 京东选择回来做防守 而且刚才一个等级好像是下路双十组 刚到双6对吧 嗯 RULA应该是早到6了 MISSING是刚到 现在这个局面 KT是拿到了前面的两个资源点啊 是 先锋跟小龙 哎呀这个红BUFF其实让贾斯挺爽的 他有个红好像有点压不住他 结果得过来帮忙了呀 嗯 这也全黑 右腿力炸 炸到桶上几何桶 哎呀你还叫跳展 再炸一下 哎呦这波感觉刚刚就是有个角度的 但是没出脚 对 但是有这个耗血还是做的很细啊 好溜啊这个桶子 哎这一波推到了 但是不太敢上 还是选择了用先锋先撞一头拿低保 刚才下路王森应该是没露头 嗯 有点怕 他会不会觉得刚才你两次敢这样跳展 跳上来 这方是不是有人啊 嗯 有没有这种可能 主要是刚刚那个角度卡拉贝 第一时间感觉有一个出Q的角度 但错失的话就算了 嗯 小龙刷新了 哎呀叫小龙 京东是想拿的 这波想打 嗯 先把小龙叫醒 主要这把阵容拖到后期是不好打的 这把得控小龙啊 小龙现在必须得打 看是什么龙魂 面镜龙魂 这把后期感觉对面跟阵容贼 贼扎实 3C配合一个软斧 还有一个锁头 关键还不好解决 对 这个3C还真不好打 我们得终极起节奏 嗯 前面两把京东能赢的原因 也是因为我们的下路其实一直有线 可以先转线先动 对 但这把的话是被对方抓到下路的线权 让对方掌握了一个转线的主动权 所以导致现在我们想期待的野斧联动没有出现 被这一波也没感觉大 因为发跳大招 对 怕被反手 2VR也不虚的 是的 推了一下 这不要上吗 哎呦 还是没上 拽走了 这样的话 卡纳卫就不是很舒服了 你看现在补刀也好 包括现在missing也没办法去陪他了 下路对线压力有点大呀 这把卡纳卫得先自己玩一会儿了 直接飞过来 打一套先逼个大招 来对辛子拉的踢 辛子拉踢下来 金龙的下路双人数得走了 左角度 呃 再抬一下辛子拉 我使他这个弱者退散 这个BTD今天状态确实好 嗯 反映很快 现在 尝试一波吧 打了个踢打了个大 这把点慢慢来了好像 更忙碎 其实你发现前两把也是卡纳卫都是有了第一件大件之后开始发力的 对 跳上来锤一套现在是有水鞋了 没关系 怼的Q上再炸一下 九筒是不怕你跟我耗血的 摆的位置都很挑战 这个69的Q每次炸的很好 总在该呆的地方等他 嗯 而且耐的第一件是出王冕的话就预示着京东要往后拖了 嗯 这把感觉得打后期的团了 是他得防对面第一波呀 这个冲野的配合 对 对面主要有个锁头 说王冕先防一波 还是先封 嗯 但现在发条会有点缺伤害 想要锁 有王冕先挡一波 有闪现 先拉开 炸过来一个雷汉斯 雷汉斯可以先变 我打了给自己雷汉斯没有死吗 69这边反而是倒了 打了一个一换一 但是发条也要倒地 卡纳卫过来踹了一脚 反正伤害不太够 没人能够 卡纳卫也得往后拉 这一波的尝试 但是这个交换很伤啊 很伤一换二 只伤到一个陆路 我们这边少伤害啊 还是个问题 发条现在伤害比较有限啊 在安航 瞎子跟卡纳 第一时间也不在 哎 发现了一个落单啊 在那边反应很快 现在这个局面 不是很美妙 现在有点缺伤害 等一下卡纳卫的装备吧 嗯 主要卡纳卫也没有前两把肥 嗯 这一波 主要奈特的位置也比较尴尬 他只能往左边闪了 闪线拉开 然后网免稍微挡了一下 69也是过来想救 对 而且想开这边 Amy 是交界能躲掉了 嗯 九筒那个位置被拉扯 但毕竟还是少人啊 对 正面卡纱也没有的话 回家是出女妖 呃海妖去了 主力伤害点不在 对手是拿到了先锋 这个先锋应该是要 直接往中路放的 中塔要掉 这一把的局势不太好 是 我们这边没什么经济领先的 先把先锋处理掉 周路想炸一炸 Amy 开大招 哇 可见没有炸过来 就是霞的魅力啊 嗯 你很难把他作为一个突破口去开 其实应该继续针对这个BD的 但这波是在下一条小龙开团前 把这个霞的大招给逼了 嗯 小龙还有四十多秒钟 每一波小龙团前都得打 嗯 而且KD这个上野双手银鞋 感觉现在挺 让京东这几个位置 会有点缺伤害 嗯 对 而且我觉得米罗刚才说的一点很重要 就是卡纳卫这把是真的不肥 不肥啊 嗯 卡纳卫这把 主要下路对线压力比较大 对 让他去帮他 卡纳卫不肥 然后中路出的就是王勉 嗯 那这样的话就只能等一下 这个卡纳的装备了 要不然正面确实是有点缺伤害 先清一下下路的冰线米醒过来做一下视野 得接 感觉把团长还是得接 每一波资源团都得打 哎 米新这个位置好像是绕开的 嗯 我这个位置 没有人看到 很神秘 有点想法吗 但 新德拉露脸了 那这样的话新德拉感觉死了 哎 要来下路 先做BDD 没有闪现的 BD没有闪现的 这个机会得抓住 直接先踩到 永双定到 击了墙上 没问题 三年就拿到BD的人头 哇 这种机会 米新走的有点妖啊 嗯 米新在找机会啊 现在得得他来找 是的 那小龙有了 小龙有了 霞也没有大招 这种机会得抓住 啊 中塔应该是要被霞点掉了 中塔没人来守 小龙有了 绝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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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控小龙大吧 这把得拿龙魂 绝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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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条要小心哦 Nite这波是没有闪现的 感觉在这个位置 有没有提p 369有提 过来救一下 先把兵线处理掉 有没有 又来吧 又来 宝兵 有个机会操作一下 有双线定到 大招 炸完 感觉中毒要糟了 哇新德拉大招 有点痛啊 这波 五二的月塔 其实开心做的很好啊 哇 这波主要那个 墙把艾米卡住了 没扎过篮 是 再tb 回去守中塔 嗯 五人转线包上 就有点难守 哎 这波转线 天气转的还真漂亮 是的 卡下要上吗 直接飞 要打一下 尝试一下 打不出来 现在就每一个机会 都得尝试 不能 再往后拖了 现在经济已经落后 3000 嗯 现在需要一波大团的胜利 才能把烈士打回来 嗯 找这一波 六九个奈特又死了 还是比较 伤节奏的吧 想动 艾米 艾米 大招 躲了一下 那得拉走了 对我讲个字了 要小心 盲酸应该是可以走的 哇 傻子英雄真烦啊 真的 有个大招 哦 哈喇米 再给个盾 但是没走掉啊 还好有个加强的爆炸球果 野后双C撤退 靠这个位置能尝试一下吗 感觉不太好动 因为卡莎也没大 招招一下吧 证明现在就是吹伤汗 对 现在主要是双C的这个 装备还没有成型 是 而且我们皮鱼一直在接这种小公共的团战 然后每次接了又要稍微吃两亏 没有给C位去发育的时间 我这把对方那个中野的节奏一点好 是 现在大家为一直在做事 下塔 先守一下 发条还得等装备 发条的影验 还在路上 感觉这把从第一波小接触的时候 味道有点不对 不对啊 对 第一波小接触是感觉有点着急 而且这个Cut做的比较好的地方 就是他利用下路的线 中路的线 那波入侵让卡纳贝挺伤的 对 然后卡纳贝这把也没有MISSION 能够跟他一起去动 得保一下 嗯 现在开始小抱团 得找那种非常腰钻的先手 多打扫 MISSION还在找机会啊 这个波视野做得不错 把对方野区也点亮了 呃 在野区有露露 但是没机会能上 对 主要视野没看到 哎 看到位了 没关系 这边波还是 那要被开了 这个位置好像就不太可见了 哎呦 伤害够了 这种被藏的有点死啊 是 他在那边蹲了大概有 将近一分钟 对 被他蹲住了 因为MISSION 还是做了一圈野训的视野 没看到对方的打野 是 以为这边没人 没想到他一直在那边蹲着呢 这把来到位的节奏了 CUT这把的位 确实节奏上面给了京东很大的压力 而且发育很好 嗯 那几个点 在KT这边都是有经济领先的 夏如这个台也守不了了 霞已经两件套了 训任有了 只能等这拨小龙了呀 小龙他还是得打 但如果小龙团说实话 我们不太好打呀 关键的装备还没有做出来 嗯 我们得等 最起码双C两件套吧 但往后拖的话会更难打 因为对方这个3C后期太猛了点 是 再加上一个软斧 露露能保霞 这个霞后期 真的很难开到他 嗯 现在感觉对于京东来说 每一波团战都得接 而且这个中线还不能不守 不然阿尔塔会有危险 这个才漂亮 小龙40秒 得准备小龙团战了 BDD已经两件套了 银烟有了 哇 这 克子现在 装备好呀 随便给你打 交双起来了 并也两件套 见人就锤 其实这波我觉得得动一下BDD 呃 这波密信有点危险啊 打招连上没人救吗 有闪现 叫接一下 哇 没接到 杀的这个伤害有点高 是的 克子现在 这个大龙感觉想动啊 直接开始打 有霞 其实不太被 不太担心被抢 但动的话 我觉得对于京东来说 也是一种机会啊 嗯 那种团必须得接 又推到两个人 得往后拉一下 没走 傻更新的伤害很高 哇 这波中路是有线的吗 他直接往中转了 嗯 中路推一波线 嗯 京东其他人被留在了野区 贝迪的选择是让 小龙冲不了了 直接去动小龙了 拿这个小龙要让了 八条交七七就让了 京东必须要给双C发育的空 只能往后拖了 对 因为不发育 他双C的伤害完全不够 正面就算开到人也很难秒掉 现在双C的装备确实有点差 对 哎 BD这个位置会不会有机会啊 但路路在保护 这个尹燕 真的差一点点啊 那还有一点夸张吧 路路在保抄空也在 但这两个人的撑 还知道能力比较弱 小龙也被拿下了 但知道打野在下的话 想找机会吧 逼退的话 拿一个上路的防御塔吧 哎呦 贾克斯的担带现在也阻止不掉 九筒在上路 只能换上路的外塔了 现在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啊 现在京东防 需要防御的点液太多了 你不仅是 正面要提防位的开 在边线要 提防贾克斯的担带 就需要操心的地方 也得太多了 也得忙过来了 卫又来了 这波卫是有大招的 大招直接连防仓 星子拉是没大 先交个闪现拉开 顶一下 贾斯也招踢了 这波勇双的定一下 京东能够安然撤退 交了两个闪现啊 这波 这波过来了 闪开一下 闪开 抬到了一下后排的路路 但是莫的话也被打残了 是的 放的伤害太高了 要小心啊 这波BD大招快要赚好了 嗯 哇 侠也来了 闪现过来 想云一 九头球都一个秒表 明显是一个残序的状态 没有什么占动力 369也被拿下了这个人头 这段时间只要打起来 正面肯定是打不过的 是的 而且说实话 我们现在正面伤害 和开转 然后前排程度都差的比较大 那这样要直接大龙了 KT 对 看一下这波大龙 我们有没有机会 但是有瑕的存在 我们的打野还在正面 打野位置比较远 入了先开个一技能 先消耗一波 打不住BD BB了 好大招 两个也没闪掉 招下了 双死一个操作 艾米交一个大招 艾米想进去杀 杀艾米 受复了这波大龙 激动的双死站出来了 KIN里边可以要死 KIN的命中 阿多德的Q 战杀 漂亮 给你也死了 KIN里边的双死 哇 这就是 精动双死的实力吧 两个人 这就是精动啊 在绝望的时候 NITE 跟Rula站出来 是的 这波太关键了 直接RUN 这个大龙肯定是有了 看着是不来的 哇 突然的一波出击啊 这波KIN里边的主动 开翼过来的 真的就这两个人操作 一滴先没被看到 而SKIN里边刚好出现在面前 配合旁边 NITE给到了一些伤害的补足 心有灵溪啊 耐心的配合 Emmy还想玩帅的 一个一闪 但你有那个实力吗 直接被Rula拿下一个杀盗 京东这一波打得帅气啊 这个机会真的 千载难逢 千载难逢 虽然说 但我觉得也是京东的双C敢操作 是的 一个是敢操作 另外一个是KIN里边刚好 就出现在脸上 KIN里边不往过走 是没有这个机会的 本来都绝望了 这波大龙拿下说实话没了 对吧 真的觉得好像没有什么解法了 如果KIN拿下这波大龙的话 其实京东就真的打不了 这波关键的是 卡莎两件套直接变三件套了 但是这波打完 双C的装备都补起来了 对 卡莎还甚至多了块表 这样的话伤害就够了 你会打了好多的经济回来 雪冬送炭啊 这波真的是 漂亮 京东的双C 关键还把萨龙拿下来了 但是关键的是 经济追回来了 这你感谢 再去野区给点视野的压力 下路慢慢去带吧 看能不能一鼓作气啊 再给对方一些压力 再拿一些资源 有机会来了 下路到二塔的攻防战 这样能把经济追回来的话 至少这个装备是能补上了 对 正面的伤害是够了的 嗯 哇二塔完全没有放手的空间 哎 新加坡的上路 他们是不回来了 你就是来吗 回了吗 呃 分屏看一下 不是 啊 推完 应该还是要回啊 直接给一路呗 这可不是你在打LCK啊 京东会给你压力的 京东直接把下路推平 推一路高地 那行 我们反正拿一路回走 你看到京东这边走了 他们不回了 是的 因为中路兵线还没有推过来 是 那也许抢光呀 上路难道想抓一波这个桶子 但桶子有金身 有点难 还是走了 369清线就可以了 那这里下路三座防御塔加一路高地啊 很赚啊 这个大龙buff 是 呃 小龙一分钟 奈特没闪的 这一波得小心 对 小龙卡虾进车往后拉 这一波感觉最稳的 可能要等闪啊 没闪一下感觉挺难操作的 但是奈特这个法川什么时候有 法川有的话感觉这个伤害就够了 前面是有点缺伤害 你看这把27分钟 盲森才把自己的黑鞋做出来 真的穷啊 这把挺穷的 对 而且盲森这个英雄他还不像别的就是 嗯 你也不能吃资源了 就在烈士的时候 你得把资源让给双C 就前期如果能有几个人头的话 肯定就 来上路要抓六九哥 看一下六哥这边怎么跑 直接 加强回城 加强回 差一点才回到了 这位肯定走不掉 这位肯定没了 打招下一下 这波再拖一点时间 再拖一点时间 那这个小龙对方来还有十几秒 能不能直接把他抓了呀 有机会 而且左边这里只交了一个三个 我觉得选择是想退下周拉来的 没有兵线这波 可以转小龙直接抓吗 看下路这里 其实我们这边伤害现在是够的 但是来得很快 好像也来不及了 那得走 那得走 对闻还是等双T闪现吧 想在中央尝试一下 以下Q没有打到 但这个视野好像看到了 这波要小心啊 这波真的要小心啊 拉开了拉开了 快的是有大招的 先逼一个秒表出来 我觉得没问题 可以 我拉到了 大家起身 卡卡飞过来 有机会 BD被秒了 又是双C MC那边往后拉 AV准备看几个大招 杀机没有打了 又是Q到了K K那边也是一个残血 想跟卡拉威多单条 卡子那边应该要被收拾掉了 卡拉威倒地 双C还能拉扯 又塔到了V V也倒地了 又是一个杀到 金云东的双C 说实话在绝境的时刻 感觉Ruler和Nite站了出来 Nite这个打起身 有此双C夫妇何求 金云东的 好像金云东这个4V打得很赶 很赶 他们这边就是想主动出击的 虽然是人少打人多 漂亮 而且这波打完了就完美的度过自己 双C没有闪的这个时间 对 这KT其实已经是处在烈士方了 对 这波打赢还打掉了两块秒表 哇 这真的二三局觉得野斧是发动机 他没想到绝境的时候 这个双C太恐怖了 这个才是京东的招牌 正面直接按金身 直接压起身啊 对 直接被压得太漂亮了 这波 这波 太恐怖了 变阳交完还是没办法走 压是交了大招的 对 野斧的思路也很好 我就是把你后排 然后你后排跟不上前面的这个 而且被这个大招 其实是把自己拉开了最后的区域 是的 漂亮 主要还是双C站到了最后啊 一点费操作都没有 是的 太恐怖了 其实现在也没有人敢吃Night的QW 看到了 而且现在京东的双C是有闪了 现在来到京东的进攻回合 像戴加雷克斯 但是可以回去 打到就拉开 是的 现在没有关键的技术资源 不用特别着急 对不用特别着急 感觉 可以压一下中路的兵线 而且其实现在卡莎不太怕的 现在还有秒表 哎 又抬到一个卡子 这儿子还是能够过强的 两个过强 但中路的黄金卡怎么说 旁边又发现一个人 对 要小心一点 大家拉回去 需要人救一下 有闪现 在炒上 有秒表 再拖一下 要保要保 能保住 直接闪现过强 没获住 Q能挂到 拖了蛮久的 三个月交心的精神 但是这个贾克斯造成了很大的干扰 这一波的贾斯弄太久了 得走了 对 赶紧留 呃 爆炸球果 还好一个爆炸球果 差两个路 这个爆炸球果救命了 那么了 克斯巴查一次去 查一次丢进了 直接带走 感谢炼金龙魂的地鞋 感谢炼金龙魂 感谢这个超级爆炸球果 感谢炼金龙魂送出了一个爆炸球果 哇 那个釜山刷炼金龙魂 很好 哦 家里面怎么办 门牙已经掉了一座了 哇 刚才这下真的有点担心的 太吓人了 他有点纠结 主要这一波被KING玩起来了 KING在那边一直在游啊 甚至他身上还有个金身 然后他现在侧翼找到了NIGHT 而且这样打下来 你发现这个BED 他装备有点跟不上了 对 连续几波 他其实都是被献祭的那个点 这个BED连死了几波 他前面 这个装备想优势没有了 你发了 特子还在家里独秒 很果断 直接转就可以了 转一下人 直接转就行了 别转就行了 直接转 把贾克斯一个人来吧 现在干嘛 不是贾克斯已经一个人过来 想要守五个 手一下师 进里面看这个反正风暴 二条大招 也没道理的 先杀一个 没问题啊 正面还没留 盲层一直在找去会留人 但这个时候正面少了最重要的战力 及时我们推塔就可以了 处理下兵线吧 中央的兵线 上一波 KT是不可能双戏过来接的 因为Amy是没有大招的 差几秒 这个实际抓的很好 是 而且在那个路口 一个酒桶一个落 KT的人确实是过不来的 但京东确实是这种队伍 你别给我一个机会 一个机会直接踏到底 对 给一个机会 就让你后悔莫及 这波回家 看来是有装备的补充 对的对的 这个3C装备都对了 对 这边卡叉也是四件 四件挂个表 69跟Net也是都有三件了 是的 现在3C的装备上面 已经是全面领先 那这个时候可以尝试一下吧 我在辛德拉这边的大帽子 也快了 直接飞过来 想多Amy Amy在中路出现啊 1G能到复发一下 Amy还想操作吗 操作多了一个秒秒 再顶一下卡叉 先杀卡叉卡叉 卡叉想踢 Amy交出闪现 卡叉没有倒地 但是卡叉已经倒了漂亮 Ruler这边已经超神了 二塔有了 先把塔拔掉 这Ruler太恐怖了 在任何机会中央下 都敢去操作 真的是打击的 太砸张了 这样在机杀上打野的情况之下 中路门户打开 直接插中路 这一下酒桶直接逼到 露露的闪现 露露也没闪了 保证血量的话 露露露身上没有任何的保命技能 感觉惊动响一波 有点机会 只有一个门牙塔 是的 先把两个四的电话战打出来 OK 那这样的话冰线到了 手小炮车 手小炮车 开始慢慢磨这个防御塔 两个炮车 没有推的 贾克斯跳 想吵人 急了感觉 再炸一炸 炸的上火一般 那是黑塔基地 它就结束了 A水晶就可以了 多倒了但是没有关系 A基地就可以了 双前去 Canaway倒了 Canaway没打蛋了 又在最后一赛 有炮车 有炮车 最后一赛 恭喜JDG 来自LPL的炮车 推掉了KT的基地 1号种子亦有差距 这边我们恭喜JDG 在最后一局陷入绝境的状态之下 双C站了出来立马狂澜 期待